大家好,最近一段时间,莲花清温胶囊搞得非常的热闹,各路人马纷纷的上场 表现的我觉得很拙劣啊,不管是丁香医生,还是王思聪,还是马前卒 那这一次推上风口浪尖的呢,显然是王思聪 这个娱乐圈巨尾啊,不管娱乐圈的事了,开始管起了医药圈的事了 王思聪前两天转发了一个微博,说WHO没有推荐莲花清温 王思聪相当于辟谣了,但是他这个辟谣是有问题的 因为莲花清温所在的公司一领药业,也回应过 他们也没有说过,世卫推荐我莲花清温 我查了一下啊,那这个谣言是从马前卒那来的 大概是一个星期到半个月左右,马前卒出过一期视频 谈莲花清温的,他在里面讲 WHO推荐了莲花清温,然后呢,对莲花清温各种批判 也就是说呀,反莲花清温三巨头马前卒 自己立了个靶子自己打,然后其他人呢 包括王思聪,纷纷来辟马前卒这个谣 这就是一件非常搞笑的事情 很搞笑,对吧,包括丁香医生啊,虽然名字叫医生 但事实上呢,他是一个盈利性的,以医药为主要内容的一个付费的APP 对吧,本纸上呢,是一家公司 本纸上还是要挣钱的嘛 那所以这一次莲花清温啊,炒得这么厉害 背后呢,就涉及到辉瑞的特效药 对吧,那么显然是把莲花清温采下去 把辉瑞的特效药给捧上来 这里采用了很多的理由 其中最重要的理由呢,就是所谓的临床 一个呀,其实中药啊,做过一些临床 对吧,比如很早的清分排毒汤 当然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但事实上呢,西药,包括辉瑞的特效药 对吧,其实也没有完整的临床数据 因为这个药出的都非常的快,非常的急 对吧,那么一款药物从研发到面试 对吧,到各种的临床走完这套流程 是要好几年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不要说特效药了 就是我们现在用的疫苗 不管国内的国外的 对吧,你包括得到WHO批准的 走的都是紧急流程 其实都没有走完正常的流程 都是紧急流程 因为这个事情啊 哎呀,这个已经影响很大了 来不及了 像正常的疫苗研发一样 走很长的一个流程 其实都一样的吧 这个讲数据啊,讲临床啊 也是比较扯淡的 这是比较扯淡的 对吧 那么第二个呢 以前说过 其实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啊 都有一些大而全 当然很多人讲是安危机 都是一样的 比如很多咳嗽啊 都会给你开很多效应药的 各种类型的咳嗽 都会给你开的啊 不管你是不是真的有气管炎 对吧 有一些很大众的药啊 类似的症状都会开给你的 所以很多去医院 对吧 看病的时候 他会给你开好多种药 但是有一种药呢 或者有几种药 你会发现 类似的症状都会开的 那它到底对不对症呢 也不好讲 对吧 其实在西药上 也有很多的药 是非常的广泛的 非常的大而全的 对吧 类似的症状其实都能用 具体的有没有用呢 也不好讲 对吧 那同时呢 如果之前很多讲的啊 这个西药这么有科学性 这么对症的话 那问题就来了 看着药了 为什么没看好病呢 要不要退钱呢 这个问题始终你要解释清楚的 对吧 如果这个问题解释不清楚呢 那话就不要说的那么满 说的好像对吧 我们这多科学多精准啊 这是没有意义的 呃 所以不管是什么药 归根结底 管用就行 至于你科不科学啊 对吧 这个其实我是不在意的 我觉得作为广大 你说消费者也好 患者也好 都是一样的 至于这个药啊 科学不科学的 那是你们专业人士的事 对于我作为一个消费者 或者作为一个患者 能解决问题 就可以了 就不管你什么药 中药 西药 藏药 苗药 对吧 印第安药 不管你什么药 能看好病 能解决问题 这是实实在在的 对吧 那么单纯从莲花清闻来看 他目前呢 对吧 其实包括他的说明书呢 他也没有 针对 COVID-19 他主要针对的还是感冒 发烧咳嗽 就是 就是 这个病呢 他有类似的这些症状 对吧 那你出现这些症状呢 他会缓解 相应的 这些症状啊 他会缓解 相应的 这些症状 但也不代表 一定能治的 但是 对吧 类似的病呢 会带有这种症状 像前面说的 很多咳嗽 肯定会带有炎症了 他会给你开一些消炎药 但这个消炎药 是否管用的 也不好讲 对吧 可能对某些是管用的 但对某些咳嗽 未必是有炎症了 但总之都会开给你的 都开 类似的 还有很多啊 比如我们熟知的指动片 对吧 安乃劲 还有各种的霉素 尤其以前吧 比如这个土霉素 应用的就是非常的广泛 前几年喂养鸡的时候 这个小鸡也问土霉素 对对吧 这种情况也是非常普遍的 这个就像很多感冒 给你熬了一个姜汤 对吧 至于纠结这个姜汤啊 到底是科不科学呢 是没有特别实际的意义的 也是没有意义的 对吧 所以这背后涉及到 很多的东西啊 对吧 这个有利益 很多讲有利益 那一定是有利益的啊 这个对吧 瑞德西韦的药 那背后有很多的利益 但同样也不否认 莲花清温胶囊 背后也一定是有利益的 其实都是有利益的 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在这一点上呢 谁也别说谁 对吧 都差不多 他一定都有利益 对吧 你看这个一定药业 就生产莲花清温的这家企业 这个财报能看得很清楚 财报看得很清楚 对吧 这两年财务数据非常的好 营业额标涨得很厉害 这是很明显的嘛 那对瑞德西韦也是一样啊 而且瑞德西韦的药比较贵一些 但目前客观讲啊 他的临床流程也没有走完 甚至也不能证明 真的是特效的 其实也是不能证明的 也不能证明的 对吧 用很多这个大聪明的话讲 有一定的概率 都有一定的概率啊 所以莲花清温 其实有点像板栏根 或者说我们感冒喝的姜汤等等 你也可以说 它起到安慰剂的作用 但事实上对吧 相应的 如果你确诊的话 它会带有一些半生的 我不知道是否应该用半生这个词 带有一些相应的症状啊 比如感冒发烧咳嗽等等 但都会带有这些 但是莲花清温的 对这些反而是可以治疗的啊 他的说明书上是非常的详尽的 当然很多讲啊 这个上海现在对吧 菜啊都配送不好 这个啊 每家还能送两盒莲花清温教呢 这个其实是有点吹毛秋思的啊 因为蔬菜和药 它的属性是不同的 药的保质期啊 包括莲花清温 相对还是长 它可以长时间存放的 并不像蔬菜一样 它可以放很长时间的 对吧 它甚至可以找个仓库 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 它可以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 对吧 无论是存放上 保存上 都是比较方便 而且它只送一次哦 对吧 一家送两盒 对吧 可能一个月啊 送两盒 顶一两个月 但是蔬菜不行 隔两天就得送给你 或者说隔几天就送给你啊 这是 这是它的属性所决定的 这就不谈了 那这个问题呢 除了前面说的利益之争 设计 还涉及到很多啊 这个 意识形态方面的 对吧 意识形态方面 主要是中西之争 背后呢 又涉及到中药之争 这几种争端呢 都涉及到 时间是很长的 时间是很长的 对吧 它总会在某几个点上 突然就蹦出来 莲花清闻的 只是其中一个点 我们记得2020年 这个 在武汉的一些方舱呢 用了清肺排毒烫 当时呢 其实这种争论也出来了 这个反中医等等 都蹦出来了 当时吹的是神药 瑞德西味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啊 对吧 其实这些东西是一脉相承的 背后有利益之争 对吧 这个瑞德西味 吹的那么狠 那当然会多慢一些过来 那一定是的 对吧 但是这里面呢 又有很长时间的 意识形态之争啊 中医西医之争啊 等等啊 那中医西医之争呢 又会上升到 对吧 这个传统文化之争 那传统文化之争 又会投射到现代的 甚至投射到我们现在的啊 投射到现在的 这个中国人的创新啊 中国人的思维啊 甚至政治形态啊 等等都会一并投射过来 所以看起来很简单啊 但是又涉及到方方面面的 但这一次不太简单的呢 哎呀 这个对吧 像王思聪啊 丁香医生啊 马前卓 这些都蹦出来了 让我还是觉得比较奇怪 对吧 我觉得是比较奇怪的啊 对吧 那会不会有更多的 比较重量级的人物 纷纷蹦出来呢 那就会让我更奇怪啊 对吧 不仅仅是这几个人物重量级 而是本身 王思聪 劈了一个马前卒的摇 而他俩呢 就是同一阵线上的 对吧 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这就很有意思了 其实有一些 胡搅蛮缠的意味啊 有一些胡搅蛮缠的意味 对吧 嗯 但如果这个要考虑利益之争啊 我看很多都讲啊 这个对吧 辉瑞背后有利益等等 但也不否认 梁花清文 他有他的利益所在 那肯定是有的 不可能没有 对吧 这反映在这个公司财报上 那就是非常清晰的嘛 都有都有啊 但是这个除了利益之外 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啊 你可以说国内的 对吧 国内的这个公知啊 卖国贼啊 零外合呀 对吧 还有这个不同的医药集团呢 甚至更往上 涉及到意识形态之争啊 传统文化之争啊 中西医之争啊 对吧 而且这些争论呢 其实是喋喋不休的 从很早的公治年代 到2020年 对吧 神耀瑞德系委 VS清肺排毒汤 再到现在 辉瑞德要VS莲花清温 等等 它是一贯之的 是 呃 一些很长时间的 一些争论当中的 一个小插曲 只是这个插曲呢 稍微高潮了 那么一下 对吧 呃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奇怪的啊 并没有特别奇怪的 那么从脉络上看 没有奇怪的 只不过在具体的表现上呢 对吧 有这么一个小小的 高潮 呃 但其实这里谁也别说谁 包括丁香医生也一样 不用老打着科学的旗号 对吧 你无非就是一个 对吧 也是一个盈利的APP嘛 都还是那句话啊 包括很多讲西医的也是一样 如果真的是这么的科学 这么的精准的话 那你一定要解释一个问题 那我 那我去了西医院 对吧 花了钱 看了病 为什么没看好 包括买了药 为什么没看好 那你不是很科学吗 那现在写人 对吧 所以其实到今天啊 我觉得中西医各有各的问题 当然有各有各的发展空间 呃 呃 我个人认为从长久看啊 其实西医发展空间更大一些啊 中医更多的是 往回找 对吧 很多过去的方子还没怎么明白呢 呃 等等 但我们其实搞的就不太好啊 和这个不重视啊 等等 很多的因素都有关 所以各有各的问题 各有各的发展空间 对吧 那其实对中医来说 更好走的呢 还是中西医结合 用现代的技术科技啊 去改造传统的中医 呃 但归根结底吧 对吧 中医是玄学的东西啊 玄学的东西 它其实和西医 不是一个理论体系的啊 我们讲 不管你讲现代科学也好 什么也好 它本身不是科学的东西 它是玄学的东西 对吧 起源自叶女素问 后来唐朝的四七八位 它这一条脉路 它是个玄学的东西 当然有经验的东西 呃 你比如这个唐本草 神农拍草经 对吧 这个唐朝官方组织修订的 它是修订的时间很长的啊 唐朝官方 它这个有很多的医馆 对吧 这些大量的医馆 大量的数据反馈 同样的症状 对吧 同样的方子 大量的数据反馈 最终编转而来的 对吧 它也是很需要这个东西的 并不是需要某个 呃 掌握着很高深的秘书 但是别人不懂 对吧 这个老中医 靠这个显然是不行的 这也是必然 这也是必然的 大家这个说的有点多啊 那好了 最后吧 总之吧 对吧 就这一次呢 推下一个小高潮 但是它是过去很长时间的 一段争论的一个延续啊 有利益的问题 有意志形态的问题 对吧 有这个中西文化的问题 等等啊 涉及到很多 无非就是一个 持续的很长时间的 一个不变的争论的话题当中 因为这个点 起了一个小高潮 但你要说利益器都有 对吧 你能说都没有吗 都有 无非是利益大小啊 无非是哪个利益大一些 哪个利益小一些 那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